这是三年前沙庄时柴下的一条根 一直种在这个塑料盆里 除了浇水施肥未曾动过意见 任它只有生长 可即便我对你不加约束 你也不用如此放浪不羁 居然长出这种有伤风化的姿态 实在让人无法直视 再不加以管教 日后定将不如歧途 洗尽根部的泥土 看清根盘的走向 见过这条凌乱的 可没见过凌乱成这样的 五六根枝条方向各异 东倒西外 要么在混乱中求得统一 要么把矮眼的枝条杀掉重来 经过一番纠结 决定做一个投机取巧的小丛蜜 但最终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剪掉多余的枝条 缩短过长的树干 在杂乱无章的树之间 清理出我想要的线条 虽然已经全部修建完毕 相信大家对这个不伦不类的玩意 仍然是一头无水 各位稍安无找 让我继续整理 重新上盆栽种后 用铝线将装身固定 防止角度偏移 大部分枝条缠绕铝线后 逐一调整到离香角度 现在应该能够看出 丛林的一个大致骨架了 可大家一定会觉得 这样的丛林也未免太不自然 纯属忽悠人 但霸地从来不会忽悠粉丝 有时候自然与千墙之间 或许只是相差了一块石头 对于这颗不雅素材的初次开皮造型 至此已全部完成 预计两年后 我会用它制作一盆 小心水和喷尽 届时再与老铁们分享 我是巴蒂 我们下期再见